最近古装剧长相思 第二季大结局 香柳的结局让好多剧迷哭棒 过去陆剧出现过不少结局让人意难评的角色 像是周生如故人家伦的周生辰 陈情令肖战的魏无限党 都让剧迷流过眼泪 最近微博网友也投票评选陆剧结局最让人意难评角色Top10 长夜晋明盘台晋第5 长相思 香柳第三 冠军真的虐 网评陆剧结局最让人意难评角色Top10 魏大勋饰演《我的人间烟火》孟燕晨 《我的人间烟火》孟燕晨是去年冲出超高热度的陆剧角色 虽然是配角 人气却更胜洋洋眼的男主 孟燕晨是让居迷又爱又心疼的男人 他是孟家国坤集团未来接班人 看似拥有一切 却活得无比压抑 他一直爱着一夫一母的妹妹许庆 两人是名义上的兄妹 却有了超越手足的暧昧之情 这份感情被家人强行拆散 孟燕晨在外人眼里沙发果断 清冷优雅 唯有面对许沁才会展露出温柔 可是后来许沁爱上了宋燕 孟燕晨无比痛苦地质问妹妹 你跟他在一起可以跟家庭决裂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不行 道出了他一直以来的痛苦 而故事最后 许沁得到幸福 孟燕晨依然孤身一人 网评录剧结局最让人意难评角色Top9 张婉义饰演《长相思西言枪悬》 《长相思》是个充满遗憾的故事 三个男主都各自有着让观众一难评的地方 枪璇从小就到浩灵国当质子 一直为机环次 始终在寻找妹妹小妖 她为了保护小妖 而想夺权 可是得到了权力和王位 看似什么都有了 却失去所爱 后期 枪璇对小妖的占有欲越来越强 甚至帮助屠山猴杀了屠山景 小妖知道真相后 两人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枪璇是个挺复杂立体的角色 她有野心 有贪欲 得到最想要的 却也失去重要的人 最终只能怀着无尽相思 坐在高高的王位之上 网评陆剧结局 最让人意难评角色Top8 白净庭饰演夏至未至陆之昂 很多人追夏至未至都是为了白净庭 这是一部青春爱情故事 不过是一个蛮悲的爱情故事 陆之昂是剧中的暖男男二 她善良 阳光又重情重义 看似单纯傻气 其实成熟稳重 看似开朗 其实安静温和 面对兄弟与喜欢的女孩 永远都在为他们着想 不过她在小说的结局 让人无法接受 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这么善良阳光的人 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还好剧版改编后 录这样出狱后有收获幸福 只是还是让不少剧迷哭惨 明明前期那么甜 后期却那么念 网评陆剧结局最让人意难评角色Top7 张灵鹤饰演苍蓝爵长行仙君 苍蓝爵长行仙君是让很多剧迷心疼的男二 他是水云天的战神 也是云中军的弟弟 容貌俊美 心怀天下 为水云天众多女仙子的爱慕对象 而小兰花曾经救了受伤的长行 长行因此爱恋小兰花 但云中军不允许他有其他男女之情 所以长行只能把爱藏在心中 默默守护着小兰花 长行仙君其实本来是有希望能与小兰花在一起的 最初他和小兰花互相爱慕 且小兰花的真实身份为西山神女 也就是长行的未婚妻 可惜造化弄人 后来小兰花爱上东方青苍 两人就此错过 在七十吉祥还派了大战的后续 故事最后长行游历四方 一直带着曾经赠予小兰花的奇幻刘盈时 截然一身 心中也始终没有放下他 网评录剧结局最让人意难评角色top6 任嘉伦饰演周生如故周生辰 周生如故周生辰的结局真意难评 周生辰被形容是世间上唯一一个兼具皮像和骨像的人 人称美人骨 比帝王骨还稀有 他的美人骨让刘子行忌惮和十一的感情令刘子行嫉妒 大截局刘子行设计陷害周生辰 设了鸿门宴 把周生辰骗入局 诬陷周生辰谋反 用宗氏族人的性命逼迫周生辰就范 最后他被施行了踢骨之刑 留下一眼给十一 臣此一生 不负天下 为负十一 周生辰一生荣马为苍生 是死效忠帝王 却功高镇主引来猜忌 他没有辜负任何人 唯独辜负心爱的十一 永远都无法给十一一个承诺 最终连好好活着都做不到 死后还要背负谋反的罪名 并且以极其痛苦的死法死去 真的好惨好心疼 网评录剧结局最让人意难评角色踏补 罗云熙饰演长岳静明 谭台静 长岳静明 谭台静拿下第五 这也是个让剧迷心疼的角色 谭台静为五百年后的魔神延伸 在五百年前凡间世界中 他是锦国皇子 打小没有情思 不懂的感情 一出生就被是作不详 初期再胜过为之子 遭受众人虐待 一生都被命运玩弄 后来谭台静遇见唯一对他好的黎苏苏 爱上了就是义无反顾 他因黎苏苏学会了爱 学会怜悯天下苍生 更为了苍生而牺牲自己 凄惨曲折的命运真的超悲 网评录剧结局最让人意难评角色top4 邓伟饰演长相思涂山景 涂山景已经是长相思结局比较圆满的男主角了 只是还是让剧迷心疼 涂山景本是世家公子 善良温柔有担当 然而却被亲爱的哥哥所害 遇到小妖时被剥去了身份 惨遭灵灭 壮死乞丐 奄奄一息 这段时间她看透了所有人情冷暖 唯有善良的小妖对她伸出援手 小妖就活了她一次 然而后来她又一次被哥哥设计害惨 这一次几乎要死去 曾经人人称献的涂山公子 命运却这么曲折 让剧粉 书粉越看越难过 幸好后来涂山景还是有获得幸福 她与小妖重逢 成婚 一同归隐 已经算是榜单里结局比较圆满的角色了 网评录剧结局最让人意难评角色top3 谭剑刺饰演长相思香柳 长相思香柳的结局让人哭爆啊 这一只九头腰真的太惨 她从小无人可依 被困在斗兽场 日复一日的争斗 只为活命 拼了命从斗兽场逃出来以后 依然无知可依 幸而被一副红江所救 从此 她成了陈荣一军军师 总是一袭白衣 在战场上吸引敌人火力 而香柳爱上小妖 为小妖做了一切 却不求她知道 她教她射箭 让她有力自保 多次舍命相救 甚至救下情敌屠山井 只因为这是小妖的所愿 所求 为小妖安排好一切后 她抹去自己在 生生静最后的影像 率领陈荣一军 凯然赴死 九命香柳 明明有九条命 明明可以活得比谁都九 最后香柳却选择为自己坚信的大意而死 她是个真正的战士 结局却也让仁义难平 网评录剧结局 最让仁义难平角色踏不了 诚意饰演莲花楼 李向仪 李莲花 诚意在琉璃把美强惨的 与司凤演成经典 后来诚意在武侠剧 莲花楼饰演的李莲花 惨度也不输呢 莲花楼李向仪 原本是江湖上 大名鼎鼎的高手 遭人陷害 重伤坠海失踪 侥幸存活后 就隐姓埋名改叫李莲花 莲花楼李向仪这个角色 真的超级惨 初恋无果 重伤多病 武功尽费 简直虐诈了 可是李向仪同时也是圆满的 她有自己的处事智慧 因为经历了生死 所以更显通透 结局后进超级强 是会留在观众心中的角色 网评录剧结局 最让仁义难平角色踏逼 肖战饰演陈情令魏无限 肖战演的陈情令魏无限 拿下冠军 这角色让剧迷超级心疼 献献实在命运多传 明明救了所有人 却被所有人当成魔王 然后不小心害死师姐的丈夫 心爱的师姐还为了她而死 那个作妖的人就一直躲在后面 魏无限就是个超级悲锅侠 魏无限为了救江城 把金丹给了他 但江城一直误会 魏无限 这应该是最经典的锅吧 魏无限多次被观众评为 古装剧里的美墙惨天花板 相当让人难忘 使用 托译 感谢主级的静音